观众朋友们 爱滋病患者感染者 一直是社会关爱教杀的群体 人们谈爱色变 大多数人不愿意 也不敢与他们接触 但他们又是政府高度关注的 维稳和管控对象 近年来中共加强了 对爱滋病患者感染者人群的管控 将他们纳于特殊人群专项组 进行控制 但这种管控模式 严重侵犯了爱滋病群体的合法权益 我国爱滋病防治条例 就明确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歧视爱滋病病毒感染者 爱滋病病人及其家属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爱滋病群体的管控 我们连线的嘉宾 是中国著名爱滋病维权人士 原北京爱滋新研究所负责人 外沿海先生 下面有请沿海 沿海向你请教的问题是 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中共当前 对爱滋病患者和感染者人群的管控情况 这个里面又存在哪些问题 现在有这个 爱滋病毒呢 这个爱滋病感染的这个 现在有比较好的药物 控制它的这个症状 这个在像中国这些国家 运度生产这种抗病毒药物 成本也不是很高 这个中国政府呢 也提供免费的抗病毒药物 所以爱滋病的话 它越来越成为一个慢性疾病 它不再像早期 看病说要我面试之前 这个爱滋病基本上来讲 就是说这个病实力很高 病实力很高 能不能当看到爱滋病 能不能就想到这个死亡的问题 那现在的话 爱滋病更多的越来越成为一个 慢性疾病 一个常见疾病 这个爱滋病的话 它的传播途径也非常有限 它主要是通过性情为传播 通过血液的交换传播 如果感染爱滋病毒的母亲怀孕 生孩子 在怀孕期间 在分娩过程当中 它也可能会导致这个传染 那在那场生活的接触 这个一起工作 都不会导致爱滋病毒的传染 那么特别像现在 有抗病毒药物非常有效 这个除了能够控制 这个体内的病毒的增长之外 它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这种抗病的药物之后 这个爱滋病的传染性 就非常的低 所以这个爱滋病的恐慌 是没有必要的 那在中国的爱滋病的管控呢 实际上就是说是由来已久 从中国这个一开始的时候 把爱滋病它这个基本上 那个时候也有很强的疫情形态 认为这个爱滋病是一种 这个腐朽的 这个没落的 资产业界的生活方式 这个吸毒啊 这个性的问题啊 基本上是从这样的一些 这个角度 但是呢 它在这个 在这个卫生的这个法规上 它还是从一个 就是公共卫生的角度 虽然就是说 这个公共卫生的这个立法 是非常的这个恐慌 把爱滋病的作为危险分子 作为这个 作为这个 就是说这个 这个危险分子来 来监控 比如说 在80年代末 就是86年87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爱滋病检测 监测的这个规范 那么这个那个时候呢 就是说 发现爱滋病感染者 它主要是针对外国人 它的这个基本的 这个思路 爱滋病是一个外国人的病 所以那个时候 如果发现有人有爱滋病的话 外国人有爱滋病的话 在中国就是送走 那么这个 它也这个 就是说 对外国人落进中国 进行严格的 这个爱滋病的栽查 留学生 这个破国了 很久的话 回国的时候 也要做爱滋病的栽查 留学 这个人员 复国的时候 要做体检 哦 爱滋病的体检 这个 所以那个时候 就要限制 这个血液制品的进口 这个 那么它基本上来讲 那个时候 是把爱滋病 作为外国人的疾病 从伤害外国人的选择 好 来 后来呢 就是说 这个 在吸毒人员当中 在80年代末 90年代末 在云南的吸毒人员当中 反映爱滋病之后呢 它基本上来讲 是一个 它基本上来讲 是让它一个 不管 让病人 自生自灭的一个力量 没任何的医疗措施 那个时候 它对这个群体的管控 主要是针对吸毒人员 因为它是针对吸毒 有交叉的 在吸毒人员当中 爱滋病 主要是针对吸毒 那个时候有 劳教啊 强势 戒毒啊 那样的一些措施 那么这个 后来就是说 爱滋病的流行 就是说 在中国的这个 中部 在中原地区 有大量的这个农民 因为在卖掘过程当中 感到爱滋病 那么这个 并且就是说 因为他们 就是说 因为爱滋病一直 被跟污民化 成为这个 跟道来有关的事情 那么那恰恰这些农民 他们是很 就是说 很贫困 对政府这个 这个宣传 鼓动去卖血 所以他们感染爱滋病之后 有的人成年人死亡 留下了很多 这个整个社会 对他们充满同情 那么这些 这个感染仔的话 他没有那么很强烈的 道德上的污名 他开始可能会有一些恐慌 怕人知道 但是呢 这个 可能家家户户 都有这个疾病 感染仔的时候 他们就来反抗 所以这个中国政府 对于爱滋病人的 这个管控 对爱滋病人的管控 最早是从这个 很难开始 很难开始 这个 因为就是说 其他的地方的 爱滋病感染仔 基本上来讲 这个药们 发现的不多 要么就是说 在像 一些边疆 边境地区 或者在一些特定的人群当中 药引人员当中 他已经有一些 这个 管控措施 强制戒毒 劳教戒毒 这个公安系统 司法 都介入这些事件 那么这个恰恰就是说 这个河南 中部地区 河南 河北 安徽 山东 这个地方 出现了一批 因为卖血 输血 感染疾病 这个受害人群 当他们开始反抗的时候 形成了很强的这种 群体的 团体的 这种 规模 规模 政府呢 就是说 这个做出了一些反应 为他们提供 这个医疗和救助 这是一个 我们要肯定的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政府在提供 这个医疗 这个和救助的时候 也附加了一些政治上的管控 比如说在河南 在河南 我们知道 这个在自成县 桑秋市自成县的 这个荒庙村 是一个很严重的 一个感染村庄 那么那个村庄里面 就是说 政府在那个村子里面 建了一个医院 建了一个诊所 这是好事情 给病人看病 建了一个诊所 那他也建了一个派出所 在一个村庄里面 专门为了这个村庄的艾滋病人 他建了一个派出所 叫做防御派出所 防御派出所 那这是一个 就是说 从这个画面 我们看得出来 就是说 这个最早对艾滋病人的管控 是从这个 当政府宣布 给这个艾滋病人提供 免费的抗品的治疗 给他们的儿童 家庭生活补助的时候 那么这个步骤 是一边自医疗 救助一边是这个维稳管控 就是应该在03年04年开始 当然就是说政府 也用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在村庄里面 对一些维权的活跃人士 进行监控 那个时候他监控呢 他通常 就是说这个村庄里面 他很难就是找到 为政府卖命的人 因为家家户户都有受害的 那么政府通常会找那些 当年去卖血 卖血的souls 这个组织卖血的那些血头 那这些组织卖血的血头呢 其实他们的家庭 也有人卖血的艾滋病人 但是呢 就是说 这些人就是因为他们 看起来 因为很多人卖血的艾滋病之后呢 对这些血头 对这些卖血的人 他们的家庭 情绪上是也对抗的 情绪上是也对抗的 那那些血头呢 传统上跟政府 就是有勾连 所以呢 很智能的 政府呢 就去收买那些血头 当年呢 这个组织卖血的这些人 和他们的家族里的人 去监控 那些 这个艾滋病维权的这些人 那开始的时候 这些监控措施 基本上就是这种 用露眼 能叮能的 这个徒师 能力知识 这个监视 告密 这个基本上来讲呢 就是说 没有我们现在讲 这个 现代化的 利用现在的 信息技术 建立起来 维稳体制 那么我们 等会要谈的 这个就是 我们中国现代的 这个维稳的体制呢 是和这个 现代的 信息技术 就关了 对 那个时候就是说 大家知道 中国有这个 悲点的流行 中国出来了一个 公民运动 公民运动 公民维权运动 很多律师啊 公民 这个出来 网络的这个力量出来 那么政府的这个维稳的体制 这个都开始建立 那么这个现代化的 这个就是维稳的技术 大概应该是在 06年开始建立 这个在奥运会之前 这个我想应该是跟奥运会 这个安保有直接的关联 当然也跟中国政府整体的 这个维权 这个社会运动的 这个监控 这个关联 在06年开始呢 中国政府在建立两套 两套这个动态管控的机制 一套呢 就是说是针对 叫做公安机关重点人员 公安机关重点人员 公安机关重点人员的 这个动态管控呢 大概就是说 这个主要是针对 他认为 社会性的或者政治性的 这个危险分子 危险分子 他主要还是从政治层面上 才看待他的这个影响性 但是呢 这个在他定义这种 社会有危害性的 这些人的时候 他主要的这些社会成分 他定义的还是 主要是社会性 主要的还不是这种政治性 当然就是说 维权人士 这种意义人士 这个网络的活跃人士 一些宗教的 民族的一些人士 可能就是说 是具有政治性的 具有政治性的 或者民间团体的工作人员 是从政治层面上来解雇 但是呢 在他的这个 重点人员 公安机关重点人员的 管控的机制当中 主要的 还是这种社会性 比如说 他把这个 开始的时候 它的类别里面 就是造势造祸 精神疾病的患戴 什么叫造势造祸 什么叫造势造祸 对精神疾病的患戴 这个管控 这个范围就会很广 这个范围就会很广 因为精神疾病 它实际上是一个 边界不是特别清楚 边界不是特别清楚的 这个对精神疾病的界定 可能也缺乏这种客观性的 大家这个统一 认可的一些 这个指标 比如说对于药引人员 对于吸毒人员 这个他的监控 也在重点人员的监控的领域里面 在信访人员当中 在信访人员当中 开始的时候 政府的这个 就是它有一类 就是属于长期的上访人员 在长期的上访人员当中 它又有一类 叫做传染病上访人员 那么我想在中国的这个历史上 传染病的上访人员 主要指的是艾滋病 主要指的是河南 河北 山东 江珠 安徽 这种陕西 山西的 这种中部的七个省份 因为当年卖血和输血 在血友病人 感染儿子病的 这些受害人维权的情况 那么在它的重点人员当中 也包含过去老教过的 过去刑本释放人员 这样的一些人员 还有一些叫做射恐人员 那么这个跟恐怖分子 恐怖主义有攀的叫射恐人员 所以整体上来讲 公安机关重点人员的 动态管控机制 大概基本上是可以分成 我们从它的 一类我们可以说是政治性的 一类是社会性 那么这个主要的 在黑名单上面的这些人 主要的是社会性 我大概初步分析一下 大概在现在的情况 不是特别清楚 应该在六七年前 中国公安部的 公安机关动态管控的 这些危险分 它认为有危险的能处 这个能处应该在 三千万到五千万 三千万到五千万 好 这个 这是 这是 06年开始建立的 这个动态管控机制 好 这个还有一个 06年开始建立的是 另外还有一个 动态管控机制 叫做 叫做吸毒人员 动态管控机制 吸毒人员动态管控机制 所以吸毒人员 动态管控机制 跟这个重点人员 动态管控机制 有一个根本的区别 它用的原理 它的这个 用的信息技术 用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情报的数据库 这个 整个的反应机制 是一样 但是呢 它的 它在这个 目标方面 是不同的 吸毒人员 这个动态管控 它的基本目标 还是说 来监控 这些 过去吸毒的人 在他们 被勒令 强制戒毒之后 他们这个 有没有 继续吸毒 它的目标是 在监控这些人 有没有 继续吸毒 所以 当这些人 比如说 用身份证 出现了某种场合 那么 公安机关 可能就会 到了现场 就会来 查验 他们的吸毒 它的基本的目标 不管手段 是不是 合乎法律 是不是 会影响人的权利 它的基本目标 还是 为了 这个 这个 药营人员的 本身的利益 它是为了它好 为了它防止 不要那么再吸毒 它基本感应就是这样 那么 它这个公安机关 重点来源 动态管控 基本上来讲 还是 基本上可以讲 是一个 保疑单 保证权的目标 反正 对它的统治 不利的 它会 滅入 这个 重点来源 动态管控的 机制 那么 这个 就是说 这个 在奥运会之前 对 艾滋病感染者 的这个管控 达到了一个顶峰 那么就是在河南 河南的情况 河南河北这些地方 后来呢 就是说 在 就是 就是 50年 09年 50年大庆 后来又有一个 就是 12年的 这个 十八大 十八大之前 有几次这样的 这个 对于 艾滋病感染者的 这个 监控 这个 比较 比较重要的时期 那么 基本上跟 政府对于 其他的人权的 这个监控 是 时间点 是一样的 时间点 是一样 对 颜海 我们进行一个 对比 把中国对 艾滋病患者和 感染者 管控 跟西方国家 或者国际通行 标准 进行一个 对比 你觉得 两者之间 存在哪些 差距 因为 这个 联合国在 很早的时期 大概应该在 90年 91年的时候 就通过了一个 就是说 艾滋病和人权的 一个国际的 这个 宣 声明 那随后 就是说 联合国在 艾滋病和人权方面 做了一系列的 指导原则 指导原则 这个 艾滋病人的权力 在国际层面上 是 知道保护的 知道保护的 也就是说 你不能因为 他的艾滋病的身份 或者你怀疑 他有艾滋病 你对他在工作 就业 你对他的隐私 你对他的教育 你不能对他有歧视 所以这个 中国的情况 就是说 比较特殊 比较特殊 就是说 中国呢 就是说 在法律上 我们也说明 就是说 艾滋病房子条例 明确说明 艾滋病感染者的 合法权利 不能被歧视 不能被剥夺 他享有平等的工作的权利 教育的权利 医疗的权利 和婚姻的权利 好 那实际上 这些权利 就是说 是受到 是受到侵害 比如说 艾滋病感染者不能坐公务员 这个 那 他对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 就是说 现在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就是他的隐私 被严重的暴露 在男重新的人民当中爆发 或者在吸毒药业人民爆发 所以这个疾病从一开始 就是和这个社会 关于道德的这种讨论 是连接在一起的 和法律 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那现在的话 就是在中国的话 就是说 艾滋病感染者 基本上来讲 隐私很难得到保护 法律上也是说 这个 卫生部门不能泄露 这个艾滋病感染者 但实际上呢 这个我们知道 现在 这个卫生部门 不仅仅说 掌握这个艾滋病感染者的性命 他也知道他的意思 实际上他的联系方法 这个工作单位都知道 好 那去年的这个 去年的7月份 这个中国 出现了一个严重的案子 就1000多个艾滋病感染者 受到这种网络的诈骗电话 这个 写了就是说 这个国家的这个艾滋病的 这个数据库 卫生部门的数据库 泄露出去了 这些数据被这个 犯罪诈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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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就收到这个诈骗电话 好 这是一年前的这个事件 好 那不仅仅说 这个艾滋病感染者的隐私 这个在卫生部门 这个系统是不安全 另外一方面 卫生部门这些信息 他跟公安部门去分享 他跟这个司法部门去分享 他这些信息在基层的街道 乡镇政府 甚至包括在现在学校 都被这个相关管理那边 都有通报 好 所以这是橄榄仔的这个隐私是激度的不广 好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就这样的一个 如果我们私生土地的从这个 这个 我们如果把自己当成一个疾病的橄榄仔的话 那你可以想象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那你会生活在一种激度的恐慌当中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 如果你怀疑自己是一个疾病的橄榄仔 那很多人就不敢去卫生单位去做体检 对不对 很多人就不敢去看医生 不敢去化验 因为你如果去化验 发现的是疾病的橄榄仔 你的个人的资料被记录在案的话 变成了一个整个国家的系统 这个国家的眼睛在各个方面看着你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这些讯息 也可能会通过这个工作人员 私人的这些因素 泄露到你的生活社区里面去 这是一个隐私权的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个艾滋病呢 就是说在国际层面上 就是说越来越被看这个 常见疾病一个慢性疾病 就不要把艾滋病问题特殊化 艾滋病就是一个疾病 这个艾滋病就是一个疾病 那么能力各种各样的疾病 传染性疾病 性疚膜疾病区域传染疾病 或者其他的疾病 那就是作为一个医学问题 卫生问题来处理就好 但是我们这个国家呢 就是说中国从2011年开始 2011年开始 对艾滋病人的管控呢 就是说升级 这个情况最早的时候 是在2011年的2月份 2011年的2月20号 19号20号 在中共中央 在中央党校 有一个省户级的领导会议 实际上就是一个关于维稳的一个会议 那他这个中共关于维稳的这个概念 已经不再叫维稳 它叫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 这个中国中央的一个会议 胡锦涛有一个讲话 那么这个周永康也有一个讲话 那么这个讲话呢 就是基本上来讲 就是说这个是把这个 这个讲话也很重要 我们今天谈到的几个重要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说 要建立一个全人口 一个国家 所有人的这个人口信息库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就是说 这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这个动态管控 对重点人员 它认为危险的人在管控 这个黑名单有3000刀 那显然就是说 从他这个管控的角度 他这个目标 他可能就可以扩杂 扩杂了所有的人 那么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这个 这些信息就是说 把这个艾滋病啊 把这些流动人口啊 把这些行为释放人员 作为一个一个内定 测诸人群对待 测诸人群对待 那么在11年的11月份的时候 第一次中共中央政法委 这个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召开这个政法委的会议 这个会议当然就是说 是我们等会再谈这个问题 就是中共中央政法委开会 那么在那个开会呢 但是第一次政法委书记 就艾滋病人的社会管理问题 发表讲话 那这个讲话 基本上来讲呢 就是说 从维稳的角度 他得到了这个 就是艾滋病的工作 也受到了重视 艾滋病的医疗 艾滋病人的这种社会 社会服务 受到了重视 但是很关键的一点 艾滋病被中国政府纳入了一个政治管控的一个范围 政治管控的范围 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公共卫生问题 或者社会问题 它变成了共产党的一个维护统治的一个政治问题来对待 颜海 我看过你写的一些文章 为什么你反对将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 以及精神障碍者化入特殊人群 称他们是社会公共安全的不定时炸弹 对 在这个11年的7月份 这个11年的6月份的时候 这个法治的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一个文章 这篇文章的标节就是把艾滋病感染者称为不定时炸弹 不定时炸弹 把这个精神障碍的患者 把艾滋病感染者作为不定时炸弹来看待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说 他一方面反映了共产党中国中央 中国的政府对于这个艾滋病 带来的社会的问题 这个管理的问题 政治问题 它开始重视了 它开始重视了 当然就会有一些好处 比如说这个部门的经费 可能就涨上去了 病人的福利 可能就会 病人的医疗 照顾可能会有更多的资金 但是那个很关键的一点 他还是就是说 对这些人进行控制 那这个 他的这个管控 就是说 其实就是 就是一个很相当的污名化 这个在政法委 这个特殊人群 专项组里面 就是他把这个罪犯 过去的刑本释放人员 两毛这个释放人员 在社区接受这个管刑人员 这个就是说 假设 这个把外就医 提前释放的人员 这个社会改造人员 还有这种药引人员吸毒的人 精神病人 和艾滋病人 就是说 这个 就化在一起 做一个叫做 叫做特殊人群专项 在某一些地方 在某些这个 这个 这个 特殊人群专项组呢 还包含这个 所谓的 他们叫 邪教分次 也纳入这个特殊人群专项组 所以 特殊人群专项组 是一个高度的这个 这个文明化 他用了这个词汇 他不叫艾滋感染组 他叫艾滋危险人员 就是在这个 中国中央政法委 这个 这个特殊人群专项组 开始工作之后 全国范围内 在两三年之内 铺天盖地的 电视媒体 纸媒 这个铺天盖地的 出现了一个词汇 叫做艾滋病危险人员 他就是把艾滋病 感染者 疾病的病 作为一个 危险分子来定义 那么这种危险分子 就是说 在共产党看来 就是说这个 政治统治上的一个 不安利因素 那么在他这个词汇 在整个社会当中 这个 这个传开的话 显然就是说 会加重整个社会 对于艾滋病感染者的 这种恐慌排斥 那么这个 他这种体制呢 他要对艾滋病感染者 实施管控的话 他就要由基层政府来实施 他需要有学校来实施 那他就要把这个名单 这个卫生部门 就是说 那依照法律 传染病法 和艾滋病防治条例 艾滋病感染者的隐私 是不能就是 给其他部门 好 那卫生部门 会把这个名单 给民政部门 给这个司法部门 给公安部门 好 然后还要给这个基层的政府 负责这个具体的 维吻管控的这个基层政府 街道啊 乡镇政府啊 或者学校 学校 那么两年前这个政策啊 就是说指向了这个学校 那么这个给艾滋病 就是感染艾滋病的 这个学生的这个信息 为什么我们会把 每半年会把这些信息 通报给他在学校 颜海 我看到你的文章说啊 你也反对 把艾滋病 作为一个新生入学的 一个体检的项目 但是很多人就不理解 这个这个艾滋病 早发现可以早预防啊 你是什么 对 他是这样的 就是说 那艾滋病早发现 早预防 他自己 如果大家就是说 这个发现 知道自己有橄榄疾病 他可以早一点 或者治疗 他也可以采取措施 防止把疾病 传给自己的这个 这个自己的犯人 好 这个 这是当然很重要 对 当然很重要 但是这个东西呢 还是应该 从教育 从自愿的方法 也不能就是说 用一种强制的手段 这个我们不主张用一种 强制的手段 你用一种强制的手段 发现感染的时候 把人记录在岸 这个进人进行广告 这个 就是说 这个 那么可能就会躲起来 那么就可能就是说 不想去 这个被你发现 那么 可能比如说 他 他可能不敢去上班学了 对 那么这样的一些问题 还有一些问题 就是说 你用强制的手段 这个意义在哪里 那么这个就是说 你如果通过教育 如果通过就是说 因为这个疾病 是一个个人的事情 如果 对他来讲 就是说 这个 就是说 这个 发现自己的健康的情况 可以很早的 给自己治疗 可以防止自己的疾病 伴给自己的伴侣 那 很多人他自己 有这个很强的意愿 来做这个 体检 来获得医疗服务 那你如果去强迫的话 那么强迫了之后 可能会导致隐私 泄露 可能会导致被歧视 比如说不能 不到工作 可能离开学校 这个可能会被 家里人知道了之后 会被感染家庭 那很多人就会躲着 这个卫生部门 那么他不去查 不去查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艾滋病 他在学校里面 这个读书 他在这个餐馆里吃饭 他在这个单位工作 他这个跟别人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疾病 他不通过 乐常生活的接触 他只通过特定的 这个性行为 这个插落的性行为 这个如果没有用安全套 如果没有用防务措施 这个插落的性行为 会导致这个疾病的疾病 那如果这个有体液的交换 这个血液的交换 其他的这个医疗医院里面 这个医疗器械消毒不严格 会导致这个体液的交换 那么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母亲 感染艾滋病 那么怀孕啊 分娩啊 或者是哺乳的时候 会导致病毒的重播 那这个他 他不是一个 就是说 艾滋病感染者 就是说他 就是不被学校知道 对别人是没有危害的 对别人是没有危害的 对 那么从他自己的健康的角度 还是应该鼓励他自己 从自己健康的角度 自愿的去做体检 那么如果他的隐私 他的权力 受到尊重 受到保护的话 大家想想看 就是说 谁最关心自己的健康 当然是他自己 是不是这样 对 也有的观众朋友啊 对你的观点 有些不同的意见 他们就认为啊 你看啊 政府把他们作为特殊人群 进行管控 目的是为了 社会公共安全嘛 你想 确实出现过有些艾滋病患者啊 拿着针那去刺一些刑人等一些公共事件的发生 你为什么反对这一种比较严厉的一种管控方式呢 那首先一点就是说这个艾滋病人就是 比如说有购别的人 有一些这个违法的情况 这个以自己的这个疾病的身份去 去攻击别人 去威胁别人 这种情况确实发生过 好 在一些经济贫困的地方 这个这种敲诈勒索啊 碰瓷啊 这种情况 都有出现 过去碰瓷可能以别的理由 这个现在可能就艾滋病 可能会成为一个 能不能奉持去威胁别人的一个理由 这种情况确实发生 那这个情况就是一个犯罪行为 那这个你要针对 针对的是那个具体的人 他的犯罪行为 他可能就是说 他的在犯罪过程当中 他用不停的方式去威胁别人 包括可能以他的疾病来去威胁别人 这种情况 这个跟艾滋病没有病人的关系 那我们说这个 大部分的艾滋病人 还都是这个生活 就跟普通人是一样的 就下这个生活 你没有必要就是说 因为个别的 这个个别的 这个能够对他这个一类能 去这个政治监控 这个收集采集他们的隐私 然后呢 在全在政府体制里面 在各个层面呢 对他进行监控 这个就是是很糟糕的 就是他带来的厚我 那另外一个方面 对艾滋病能 对艾滋病这种东西你怎么监控啊 就这种监控你怎么能够有效 不可能有效 它是一个很私人的东西 私人的这些行为 你怎么怎么 这种监控也不会 也不会有效 也不会有效 对 好 那他带来的后果 当然是污名化呀 这个对人的隐私的这种侵犯啊 它导致很多人会把自己藏起来啊 那如果艾滋病橄榄仔就是说 不去做体检 那么他不配合医疗的单位 那一方面对他的自己的健康会是一个严重的伤害 他病重的在不得不住院 要是快死了都在发现 这很多人变成这样的情况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 很多人自己不知道自己有疾病 那么他和他的半日之间在一起 或者和其他人在一起有行为的时候 那也有可能会把疾病在 在谁也不知道的情况下 就传给了他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对不对 他为什么自己不知道 因为他有恐惧啊 那么一旦这个再去查 查申请 就被政府记录案 就被管控起来 那谁也会去查 严海你说的有道理啊 但是呢 我还是有一个疑问 你比如说在 我记得在解放以后啊 曾经有大面积的那个麻风病人 我记得政府就把他们集中到一些小岛上 或者说一些偏僻的小岛 麻风村 麻风村麻风岛 他不是有效的就是 就是防止了这种疾病的蔓延吗 现在就是说对麻风病的这个治疗防止 这个麻风村的经验可能已经 这个不被认可了 因为麻风病也不是一个传染性很强的 麻风病呢 这个也有有效的治疗 也有有效的治疗 麻风村呢 在公共卫生领域 很早就不作为一个推荐的这个经验 但因为历史的原因 一些人因为麻风病 因为麻风带来的一些真实的损害 那么他这个 在那个时期 他住在麻风村里面 然后呢 这个他和外界也这个隔离 还缺乏很多这个社会的经验 所以 所以很多人就说 即便就是后来不需要住在他 他因为他的这个社会能力啊 缺乏啊 所以他还 有时候让他继续住在这个地方 还继续住在这个地方 但实际上就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 麻风病人是不需要住在 不需要被隔离的 因为他的传染性很不大 在另外一方面 麻风病的这个治疗 是有现在有非常有效的本身的方法 对 那在整个全球范围内 对艾滋病人进行隔离的 一个典型的一个国家 就是古巴 古巴在艾滋病流行的早期 就是就是把艾滋病人 就是说隔离在一个岛上 那现在好像这个 这个这个也不存在了 也不这么做了 现在不这么做了 因为艾滋病它是一个 这个即便没有这个抗病毒治疗的 即便没有这个药物治疗的情况下 艾滋病人就是说它可以 普遍的 它就是很多人就可以有 这个很长的潜伏期 在这个潜伏期之间 它的身体健康是良好的 它这个 它是可以 这个它的体能各个方面 是是是是是很好 好 那么所以呢 这个就是说 现在呢 因为有这个抗病毒治疗 所以这个感染者的话 它的生活可以 就是说 现在的情况就是说 有如果很好的 服用抗病毒药物 如果抗病毒药物的供应 就是服用药物的情况良好 跟艾滋病的人 它和普通人的寿命是一样 普通人的寿命一样 那这个大家想想看 就是说你把它隔离在一个岛上面 把它隔离出去 后果是什么 首先一点 谁来养活这种 这些人体能是良好的 它可以养活它自己 它可以有正常的 它可以 它可以创造社会价值 好 但你要社会来供养它 那么这个问题怎么凑理 好 这个 而且这个人口 可能它是积累性 因为它 就本身就是说 艾滋病的这个潜伏期就很长 那么基本上就是需要服用药物之后 那么这个有了药物的这个治疗 它的这个增病很长 那么这个把它隔离的这个后果 那相当不得了 这个经济上的这个成本 那另外一个 你把它隔离出去之后 那这个我不太清楚 那还不如就是说 我不太清楚 中国人就是说 中国人会 如果有一天艾滋病感染者的人数 比台湾人口还多的话 这个几千万人隔离出去 成为一个自己的国家 中国人能接受吗 我不知道 能不能接受 它的能数可能会比 中国现在的艾滋病感染者的人数 可能会比这个比如说 维吾伦人要高 也可能会比西藏人 那这个这样的一个人口 舍舍性的从这个国家当中 合力出去 那么这个 那是意味着什么 是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吗 这个 这个是 我觉得是 很难想象的 严海 你作为一个艾滋病预防的专家 你针对着中国当前 对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的这么一种管控状态 你有哪些忠告和建议要给他们说 那现在的整个的情况是比较的困难 因为整个国家 不仅仅在艾滋病里面 这是国家整体上来讲 对人民 是一种监控的 不仅仅对艾滋病感染者 不仅仅是进了一个长大的一个维稳体制 那实际上就是说 它在各个方面 这个技术的进步 政府的使用的监控的这些能力 前段时间我们听到北京 进地铁要去查验手机 那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我想可以想象 我离开北京的时候 我的单位 我家门口都有摄像头 现在我想这种摄像头可能更普遍 比较更多 整个这个国家 处在这样的一个 你坐火车 坐汽车 这是神明治 神明治 就是查验你的身份证 你的身份证 一旦出现在 就是说这些场合 那么这个整个系统 就会发生情况 那么公安系统 会针对不同人的情况 做个反应 我想在这种情况下 确实是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 是非常的困难 不仅仅是感染艾滋病的人 是所有的人 他的权利 隐私权 都是在受到侵害 那中国政府呢 当然他也注意到 比如说 他在国家435规划当中 他也提到了 一方面要发展大数据 那发展大数据 当然有很多好处 比如说流动人口 农民到城里来 人口的流动 他在为流动人口 在提供平等的医疗服务 社会其他的服务方面 这个数据 这个信息技术 使得这个变得坑 比如说到外地去看病 在不同的地方看病 用这个家乡的医疗卡 这个异地结算 那这也变得很方便 很方便 那但他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说对隐私的这个控制 对隐私的暴露 这个也变得很严重 那在1435规划里面 中国政府也提到了 在大数据发展过程当中 要注意保护公民的隐私 要为隐私保护立法 那么这就实际上是一个很矛盾的东西 一方面你在社会发展 在社会管理的双方面面 你允许政府 这个甚至企业 这个无限制的 不受任何机制的 去采取公民的隐私 购乱的资料 另外一方面 你又要这个建立这种 就是说保护隐私的这个策略 那怎么可能就是要去保护隐私 你共产党这么一个庞大的 这个国家机器每一天在看 在窥视你的灵敏 在这种情况下面 保护隐私会变得很 当然就是说这个成本变得很高 成本没人 这个成本对共产党 对统治者来讲 也是变得很高 为什么讲呢 你想想看 就是在这个 我们大家都听说过 就不用去举例了 就是说不需要去考证了 就是官员这个自杀的情况 在最近几年多得不得了 那就是很严重的精神未成问题 对不对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为什么这些官员 他们就是说会有这么高的 这个自杀的情况 那就是很简单的 我想道理之一可能就是说 这些掌握权力的人 当他们有这个心理的困惑 当他们有一些 他们担心自己有疾病啊 他们有一些烦恼的时候 他们不能享有跟普通人一样权力 去看病啊 去找心理医生啊 他不敢 普通的人可能会不在意 会 但是你掌握权力的当官的 他们可能就会很害怕 会很害怕 那这种东西就会变成 他的很大的心理压力 心理压力 那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自杀了 还有一些人会对其他的一些行为的后果 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说共产党就有几千万党 这个官员 这个官僚系统可能就有上千万人 那么他们每一天在监控别人的时候 他们也清楚地知道 自己的一举一动 自己的所有的事情 被无数张眼睛在看 那这个就是说 这个后果是什么 在这个提示里面呢 这些监控别的能力 他们的内心的这个痛苦 他们内心的这种恐惧 要超过我们普通的人 因为普通人 像这样我们不知道我们被监控 我们或者说这种监控 我们一直不到 或者我们乐常生活当中 我们觉得这个事情 虽然听到了这个事情 会很牢火 但乐常生活当中 这个东西可能感觉到跟自己很厉害 但是那些在这个体制里面 他们的这个恐慌 恐惧 可能这种愤怒 可能要远远高于普通的人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共产党建立了一个监控社会的 实际上也是监控每一个共产党的 这样的一个国家体制的话 它这个体制多么的威胁 有多少这些掌握权力的人 每一天他要想着把这个体制给摧毁 对不对 因为他完全不能 他的生命在那个体制里面 他每一天他自己受到这种煎熬 对不对 所以我想这种就是说 不仅仅是要单纯的去谈 艾滋病的这个 饮食保护啊 权力保护啊 我觉得在中国现在这样的一个 这么严重的这个社会监控 滥用的情况下 这个可能意义不是很大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说 建立这个体制的人 利用这个体制的人 你要清楚 这个体制 对你自己是一个多么可怕的 那么在四九大 我们都看到 全国范围内 把心理这个维稳的控制 对这个特殊人均中央组呢 我们看先过也能看到 这个全国范围内 特殊人均中央组都在工作 那跟五年前的情况 有一点点不同 就是政府在这个 特殊人均中央组的工作当中呢 就是不再去直接说了 说艾滋病危险人群 什么什么什么样 就是说不再那么频繁的 用艾滋病这个词汇 或者艾滋病危险人群这个词汇 就是泛泛的 这个盘 特殊人群的专项子 这个不像五年前 这个这个 媒体上面 对艾滋病感染在高度的五名化 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 就是说虽然它在媒体上面 这个在用语上面 但是顺重 但是实际上它整个社会的这个管控 居城政府的这个眼睛 还是听得很清楚 我们这个在几年前出过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呢 就是分析了这个 这个中共十八大支持 北京的这个管控 北京市的这个整个维稳 对特殊人群专项组 对艾滋病感染的这个社会控制 这个就是说 大概在十八大之前 持续了有半年多的时间 在乡 每个乡 每个镇 每个街道 都有这个特定的这些工作 那么基层政府呢 要为每一个他们管控的这些 他们认为就所谓重点人 重点人 每个人列个障 每个人有个档案 每个人有一个维稳档案 在乡政府那里 在镇政府那里 在这个 在这个街道那里 针对每一个他们管控的这个人员 每个人有个档案 那这个对于这个艾滋病和 精神疾病的混产 它这个管控上 有所区别 一个区别很重要的一点 可能就是说 司法部门的人 他不敢去找艾滋病 因为对艾滋病的恐慌 他可能从此也不敢去找艾滋病 另外一个方面 可能就艾滋病疫情 在国际上也比较敏感 你大规模的警察 司法局去艾滋病家里去家访 去了解他的这个 心理稳定的情况 了解他 有没有可能去上网了解他 有没有可能去干什么 他很难 所以在北京的话 这个艾滋病感染者的管控 就是由卫生部门去做 卫生部门通过他的这个医疗系统 这个疾病控制系统 甚至可能一些 到团体去了解艾滋病感染者圈里的这个情况 那么这个他们负责每天就每个人的情况就是报告 像这个比如说街道报告 像这个 像这个主管的这些部门报告 基本上就是每天要做一个平安无事的报告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在有一些地方比如在一些过去艾滋病人上谎比较严重的这个地方 像河南啊河北的一个地方 政府大概就是会针对比较活跃的艾滋病维稳 可能就是针对构案的也当地政府卫生部门去进行监管 比如说他没办法坐火车 他不能禁止他不能去北京 因为去北京之后呢 当地政府就会把他拦截 或者追到北京把他拦截为来 就这么样一个情况 那在三八大之前呢 就是因为政府就是害怕艾滋病人闹事 当然就是说他也有些慰问 给一些好处 发一点钱啊 发一点吃的东西啊 给一些慰问 那在河北的话呢 在河北就是变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因为河北离北京去 河北的艾滋病肝灵仔 就自己租车车就跑天门广场去了 所以他这个对于河北的艾滋病肝灵仔 就是说在2012年年初 有一个特殊的政策 给所有因为输血 因为卖血的艾滋病的受害人 给所有人给了补偿金 相当于赔偿 相当于赔偿 就是 但是中国就是河北的艾滋病肝灵仔 就是说这个这个维权做了很多年 那第一次这个很多人就是集体得到赔偿 是在奥运会之前 奥运会之前他们这个刑台还在那边的肝灵仔 大闹了一场 那这个后来他们得到了赔偿 那么第二次就全场范围内埃滋病肝灵的人得到了赔偿 比如说这个防止你闹死 对 所以十九大的情况呢 我想就是说不管情况怎么样 就是至少在媒体上的用处 这个没有那么多的歧视性的情况 但是呢 他自从眼睛对于每一个人的那种监控 这个还是存在 具体会产生什么后果 我们还要继续去关注 刚才万一海先生呢 为我们介绍了当前中共 对艾滋病患者感染者人群的管控情况 对比国际社会啊 我们在人群的保障和反歧视上均存在较大的距离 当今中共啊将艾滋病感染者 艾滋病病人化为特殊人群 对艾滋病拿入新生路学体检 把他们像以前麻风病人一样封闭起来 实际上是对他们严重的歧视 侵犯了他们的生存权 饮食权和发展权 事实证明 对待麻风病人 对待艾滋病者 把他们封闭隔离 是一种制度的野蛮 而文明社会则要求我们和政府去关爱他们 像对待兄弟姊妹一样 与他们共同生活在同一蓝天之下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也感谢万言海先生